好 剛剛傳來最新的消息 總統接受特定媒體的專訪 他特別講到了一個 跟高端有關的重大的宣誓 他說因為他之前 5月的時候到指揮中心 他說國產疫苗 我們預定要在7月 7月底開始開打 可是總統說 我沒有說一定要什麼時候打 我也不知道最後會不會成功 如果順利7月底開始施打 這是專業的問題 不是政治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是專業的問題 他說必須依照主管機關科學審核 這是總統重大的宣誓 韋安 你怎麼看 怎麼會沒有說過 蔡總統5月13號 在總統府開國安會議 開完之後講說 7月底要施打國產疫苗 然後5月18號5天以後 跑到CDC指揮中心 左邊是蘇生倉 右邊是陳時中 他跟兩家國產疫苗的廠商 視訊就出來再講一次 7月要施打國產疫苗 兩個時間5月13 5月18都不用查 我都已經說得很記得了 總統就是兩度 兩度說過這個事情 造成之前我們在討論說 那個有關於高端股價的事 因為你公開講過 那個時候還沒有解盲 也還沒有528的簽約 你就已經5月13 5月18都講了 講完以後我們不是還要討論嗎 連日本的外相 日本的媒體都做圖 對不對 台灣的大統領都講說 7月底要打 哪裡怎麼沒講過 我不是說你現在迷途 反正倒回來講 我就要吐槽你 但是就事倫是要把話講清楚 總統你是確實兩度公開說過 7月底要打國產疫苗的 你不要說你沒有 但今天剛剛在接受 專訪的時候所講的 應該可能到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說 現在國人對於高端跟聯亞 要做三期的這種積極跟企圖 還有要求是提高的 所以你沒有打到 這個做到三期 你要給國人施打 國人基本上根本可能不要去打的 第二個 高端用三期不做 二期的這個免疫橋接的方式 指揮中心都說很好 可是聯亞你就要去做三期 你怎麼有聯亞跟高端兩個做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 國際的疫苗到了 剛剛跟大家講的 莫德納已經來250萬 後續還會有41萬 然後我們拿到日本的AZ124萬 很可能還會有180加起來 那你這些疫苗從現在開始 現在已經6月21了 你一個禮拜打不到100萬劑 你到了7月底 這些手上的莫德納跟AZ 都還沒打完 你要開始開放打高端疫苗 或者是聯亞疫苗 怎麼可能 所以現實的狀況確實是不可能 但我要回過頭來講一句 你總統本來就不應該 在5月13跟5月18 跟大家講 7月底打國產 那時候你就不應該這樣說 不只是你 連陳時中部長孫昌院長 都不應該那樣講 因為沒有人知道 那個疫苗什麼時候上 所以你就不可以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一定能打 這就是總統當時下的 所謂的指導期 會被批評就是因為這樣 好 現在總統今天願意 把這個話收回來 剛剛耀忠你看到他是說什麼 7月底不一定打 他從頭到尾就不應該講 什麼時候打 什麼時候被國際認證 什麼時候國人相信 什麼時候專業的認證他是安全的 就什麼時候打 就這麼簡單 那你現在要跟我講 7月底不打所以是8月 或是9月 都不要講 因為這些日期都不重要 重點是你按照順序走 有EUA 有國際認證 所以WHO他還真的讓民意調節 當成是可以認證的 打了國際 GoGo WHO也打GoGo 然後大家打了以後可以出國 自然就會有人願意打了 而且你臨床的實驗 特別是三期的雙盲跟隨機 你要做出來 這是我是覺得 總統今天講這個話 也不要只有批評他 但是我必須就事論事講說 總統如果你跟大家否認說 你以前沒有說過 7月要打國產疫苗 我再講一次 5月13國安會議 5月18到CDC 你兩度公開 是你講的 不是媒體人傳述或是什麼 你對著鏡頭麥克風 架在那邊 我們明天或怎麼樣 再找那個畫面給大家看 是你講的 7月底要打國產疫苗 我提醒我們導播 或者棚內的同事 其實總統講的話是不需要打問號的 他已經明確的告訴大家 我沒有說國產疫苗 是什麼時候開打 所以這個標題 其實問號是不用打上去的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友志哥 你聽到總統這個 你覺得算不算是大轉彎 從我7月就開始要打了 我也不管大家對國產 有什麼爭議或有什麼擔心 但是現在接受電視的訪問 告訴大家說 沒有 我沒說一定要7月要打 這算不算轉彎 那這樣的轉彎 是你的觀察是什麼 一個大轉彎一定是非常的玄席 一定他有原因 你看蔡英文他轉彎也太快了 他難道不知道自己在 一定會被違憾念 5月13號跟5月11號 講過兩次嗎 18號 18號 他一定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看所有的事情 他接在美國疫苗來之後 然後他突然之間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其實你應該可以知道 從美國的疫苗過來 跟未來我們即將還有更多的 其他包括500萬劑的BNT 如果台積電跟鴻海 也陸續進來了 請問一下 如果以市場機制來算 國產疫苗還有希望嗎 因為台灣的疫苗 從頭到尾就沒有把它放在國際 對不起 881塊錢這種數字 本來就不是要賣給國際的 因為他就打算在2300萬的市場 賺保賺滿而已 如果真的想要賺到世界各國去 你以一個基數來看 如果你有2億 5億上 每年有這樣子的產量跟算法的話 你不可能用800多萬來 881塊錢這種數字 來去吸引世界的能量 不可能 你用881 就是你想做2300萬的生意 OK 你就算可以做 你要當作補強劑也可以 但是你今天的態度不是 你今天如果蔡英文 開放其他的一千 兩千 五百 未來的505的莫德納 全部都進來之後 請問高端 你還有當台灣補強劑的機會嗎 你連這個可能都沒有了 尤其你的保護力數字 還拿不出來的狀況之下 你到時候出來到底多少 50 70 請問一下現在NovaVax 他不是接受CNN專訪說 總比沒打好 那沒關係 拿來跟你的男生兄弟 NovaVax來比的話 你要怎麼比 你告訴我 他NovaVax也是當作補強劑 而且NovaVax當初 在做第三期事業的時候 他特別找所有變種病毒的地方 包括印度 英國去做 人家還對這些有85%的保護力 請問一下 你要在台灣做哪些 所以蔡英文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在接續250萬劑的 莫德納進來之後 突然之間接說 我也沒有 我跟你講甩鍋 不只是態度甩鍋 他甩鍋高端跟聯牙了 這些疫苗這麼多幾個月來 信誓旦旦 看起來一片希望 還到處去宣傳自己 請問一下 接下來該怎麼辦 一個被總統甩鍋的人民 已經夠可憐了 一個被總統甩鍋 我說我不打你了 我手臂不再伸出去 給聯牙或高端打了 你知道這個動作 象徵什麼意義 這個企業未來的希望 氣都去掉一半了 所以我覺得 更應該要哭的 應該是高端聯牙 我大概明天以後的股票數字 大概也不會太好看 到哪裡去 好 現在大家之前 如果導播幫我Cue一下 就是之前總統在悼念拜登 不幸亡顧的這隻狗狗 他去推特上面去悼念他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等一下出示那一張 那一張是從昨天到現在 很多民眾非常不能接受 就在這個地方 拜登的愛犬過世了 當然我覺得這個寵物 對很多人來講就是家人一樣 可是因為台灣現在 因為疫情染疫不幸往生的人 多達五六百人 我們的蔡總統 到現在都沒有對這些亡者 表達追悼 但是他這個拜登的狗過世 他馬上就去推特去悼念他 所以大家都深深的覺得 在台灣人居然會不如狗 而且還不是一個人 是500多條的人命 不如一隻拜登的狗 但是後來總統在剛剛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講到了 他終於講到了我們這一些亡者 他有告訴大家說 這個主持人問他 你會不會覺得 他先問他 你會不會覺得你最近有委屈 他說沒關係 大家都可以批評 但是希望大家的批評 是有建設性 然後另外一個他說 猝死這一次事情 雖然大家有打疫苗猝死的疑慮 但是任何人的不幸 我們都不捨 施打的風險 已經在全民的監控 他終於對這一些打疫苗 前面我們講的是確診病室的人 他至少提到了打疫苗猝死的人 他說任何人的不幸 我們都不捨 就這麼一句話 所以人就會覺得說總統 實在是太過冷血了 包括說之前香港的事情也是 現在香港這些民眾 也都在不禁懷疑 你台灣選舉的時候 這麼大力的相挺我們 怎麼現在選完之後 感覺小英拋棄了我們 袁芷你怎麼看 他就是很無情冷血的人 就完全沒有同理心 你看這一波 大家民怨這麼深 他有檢討嗎 有反省嗎 沒有 他剛剛講的是什麼 你們要批評我可以 但是要有建設性好不好 把大家給他的建議跟批評 全部當作是垃圾 因為沒有建設性 所以他不聽 然後這個狗的事情 你看好感人 他跟拜登講說 每個人都可能都養寵物 失去寵物的感覺令人難受 他大概心態是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的國人同胞 多少人失去親人 因為疫情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國人同胞心中的痛苦 沒有 他為什麼會去跟拜登 去跟他悼念 我也不認為說他真的真心的去 感同身受拜登的處境 他就是因為想要得到 美國的幫助 而且特別是在美國 解了他藍莓之急 250萬劑的莫德納 所以他當然要巴著拜登 所以我覺得你看 從他的整個過程當中 沒有一點點溫度 也沒有一點點的人跟人之的感覺 他的一言一行講的都是算計 而且你看剛剛講的都 還是人家問他 還是採訪如果沒有人問他 搞不好還不會主動講 拜登的推文是有人問你嗎 你不是第一時間趕快就去發了 所以這就是盤算 所以你看他的所有的 他的操作都盤算 所以回到剛剛偉翰講那一段 他為什麼今天忽然會髮夾彎 我覺得就是他真的覺得 他在停損 因為他沒有料到這一波的民怨 會這麼的大 否則的話我覺得這個總統 以前怎麼可能會沒講 要說我覺得總統講話 是必須要比較精準對不對 他不能夠被打臉 你講他7月 這麼精確的數字7月 你為什麼不說8月9月 你說7月 就代表你有胸有陳竹的把握 你才把這個數字講出來 否則你就說一個 大約在冬季就好了 你講個7月幹嘛 一定就是本來就是要這樣做了 他還跟 不是只有跟我們台灣人講 跟美國人也這樣講 日本人也這樣講 美國的大使要離開的時候 他不是就講說 美國人看在台灣 馬上就會有自己的疫苗出來了 所以我們 你記不記得他講過 美國大使有講過這段話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該不會是CNN專訪之後 發現說要求我 高端居然跟我說防護力說 總比沒有打得好 結果CNN的報導傳到了美國去 美國會不會給小燕講說 你不要這個國產疫苗 不要這樣子超車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為我們之前討論過 你美國人都覺得不可以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這個新聞 就是說高端你為什麼會這麼誠實 你是不是沒有辦法 對自己的疫苗的保護力 做出保證 美國人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我覺得也不無可能 總而言之就是我覺得 他在停損 然後大家 但是大家現在注意 就是小燕的另外一波政治操作 因為我剛剛那個友智哥講到 就是講外面被霸凌對不對 其實我也有去AIT留言 感謝美國 我不是很關心你被霸凌的事情 不是 你到底集中討論國產業 我要講的是 就是他的操作 因為之前你看1450 都是在講國產好棒棒對不對 國產還是好 然後說為什麼你們都要打輝瑞 然後把輝瑞打成是紅色的 可是現在他們就轉了 他們現在就開始講說 美國疫苗才好 然後罵我們說什麼 你們就不要打美國疫苗 跟你們無關 你們去吃萊豬 你們反萊豬就不要打美國疫苗 現在是這樣 所以他會整個往美國那邊 往美國那邊靠過去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一點矛盾 因為照理講 現在美國的250萬劑的疫苗來了 加上我們現在既有的 還有這個相當程度的疫苗 我們至少有三個禮拜 到一個月之間 我們天天在坊間 都可以看到有人打疫苗 所以疫苗缺的這個火 其實暫時比較沒有那麼嚴重了 所以當民眾的反應 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突然要對國產 就講說我沒有說一定要七月打 這個轉彎真的滿奇怪的 好像前面握手 後面下毒手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 突然之間放棄了 我在想是不是市場真的沒有了 而且我覺得他是不是 他的危機已經因為這一場風波 挺國產疫苗挺到 美國都已經給警告 你說超車美國疫苗 我倒是覺得可能 笑話 對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如講說 美國認為說你國產疫苗玩太兇了 你已經把這議題吵太過了 美國 所以我剛剛講 你覺得現在大家一直講說 蔡英文現在在回血狀況 好像跟美國關係弄得很好 美國現在利用他的 因為某部分是對 但是某一部分 現在 蔡 要說你要想一件事 在排局上面 你會馬上打王牌嗎 現在是不是蔡英文 最近都是他在出手的時候 蘇貞昌不見了 陳時中躲到後去了 全部都蔡英文在用美中關係 美日關係 在打這場排局 王牌出來了 王牌都出來了 你還搞成這樣 你覺得他敢再玩下去嗎 我覺得連國產他都不敢玩 蔡英文到底為什麼急轉彎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